好,那我们在使用手机加入会议之后 在会议室里面,所有发言的人会切换到这个画面 这是发言者视讯的部分 然后你自己的画面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有你自己的网络摄影机的画面 你可以把你的画面往右边推 这个地方会出现所有参与者的画面 所有参与的画面 如果人很多,他就会出现好几页 有箭头可以再让你再换画面 把他推回来中间这个画面 这个是一般正常发言者视讯的画面 如果你要额外 我们在会议中,其实你讲的话大家就听得到 除非是说主持人正在主持会议 那你想要打断他的画要举手发言 那你可以切换到左边的画面 按这个按钮就可以举手发言 好,那我们切回来 那在一般的 一般的这个控制 一般的控制,你点一下你的画面 然后你的这个下面会出现工具列 出现工具列 那所以在这边可以将你的麦克风 给自己可以动手关掉 也可以打开 那主持人也可以做开关的动作 那这个是你的视讯 你也可以关掉 关掉别人就看不到你 那你也可以把它打开 那主持人一样可以要求你开 好,那我们比较常用的部分呢 其实是这个共享 所以如果你要在手机上面跟大家做报告 那你要先把你的文件先丢到你的手机 然后就请你直接点选共享 好,那共享这边呢 因为他用手机的话 他共享没有办法把手机的桌面共享出去 他只能点选你的文件 好,所以你就去找你的手机的文件 好 那这边download应该有一些东西 好 好 那你就把你的文件打开 选好之后 按共享 好,那共享出来之后呢 这一个画面是 全部的人都会看到的画面 好,全部的人都会看到画面 所以你就可以在手机上面 一样用你的手指放大 缩小 椅位置 好 然后呢 那如果你需要注记的时候 如果你要画线注记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支笔 你把它点开之后 这边有一支笔 然后可以选颜色 好 然后就可以直接做注记 直接做注记 把它圈起来 好 然后 做一下说明 这样 好,那注记完毕之后 可以直接 如果不要注记 可以删除或清空 好,删除或清空 好,删除或清空 共享完毕之后呢 好,当你报告完毕之后 在这个停止共享 这边点一下 就会切换回大家开会的画面 切换回大家开会的画面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平常参加会议的时候 一些基础的功能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